陶罐和铁罐 国王的橱柜里有两个罐子 一个是陶的 一个是铁的 骄傲的铁罐看不起陶罐 常常奚落它 你敢碰我吗 陶罐子 铁罐傲慢地问 不敢 铁罐说的 陶罐谦虚地回答 我就知道你不敢 懦弱的东西 铁罐说 带着更加 轻烈的逝去 我确实不敢碰你 但并不是懦弱 陶罐争辩说 我们生来就是成东西的 并不是来互相碰撞的 说到成东西 我不见得就比你差 再说 铁罐闹路了 你怎么敢和我相提并论 你等着 要不了几天 你就会破成碎片 我却永远在这里 什么也不怕 何必这样说呢 陶罐说 我们还是和睦相处吧 有什么和吵的呢 和你在一起 我感到羞耻 你算什么东西 铁罐说 走着瞧吧 总有一天 我要把你碰成碎片 陶罐不再理会铁罐 时间在流逝 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情 王朝覆灭 宫殿倒塌了 两个罐子 遗落在荒凉的废墟上 上面 覆盖了厚厚的尘土 许多年过去了 有一天 人们来到这里 掘开厚厚的堆积物 发现了那个陶罐 哟 这里里有一个罐子 一个人惊讶地说 真的一个陶罐 其他的人都高兴地叫起来 捧起陶罐 倒掉里面的泥土 清理干净 它还是那样光洁 朴素美观 多美的陶罐 一个人说 小心点 千万别把它碰坏 这是古代的东西 很有价值的 谢谢你们 陶罐兴奋地说 我的兄弟铁罐 就在我旁边 请你们把它也 掘出来吧 它一定 闷得不行了 人们立即动手 翻来覆去 把土都掘变了 但是 连铁罐的影子 也没见到 对不起 你有没有 没见到 没见到 我